神是谁的重要性 而不是神为我们 而不是只看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 还有一本书叫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 讲到你要如何为永恒 预备自己的生命 追求那有永恒价值的事物 所以基督徒生活的秘诀是什么呢 是与生有亲密的关系 过一个永恒价值的生活 今天想根据哥罗西书二章六到十节的经文 来探索这个话题 希望这个讲道能够祝福你的灵 我们许多人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很好 当我们得救时 我们对在基督里新生命的前景 充满了兴奋 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 已经恢复了与神的关系 我们确信我们死后会去天上 我们知道我们的整个生命刚刚被改变 现在慢慢地转变为基督的形象 我们开始了我们的基督徒旅程 充满了热心和殷勤 并准备好面对世界的挑战 虽然我们中间一些人 似乎保持着这种的热情 但我们中其他人 似乎也在挣扎和防复 甚至陷入一些错误的教导中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想要过基督徒的生活 为什么有时这么难呢 过基督徒生活的秘诀是什么 在今天的经文中 保罗告诉我们有关 过基督徒生活的三大件事 第一 在基督徒生活的标志 是在基督里的信心 第二 是在基督里的自由 第三 是在基督里的丰盛 那我们开始 第一点 基督生活的标志 是在基督徒里 基督徒生活的标志 是在基督里的信心 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装他恶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我想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 是对基督的信心开始 接受基督耶稣为我们个人的救助 并且我们还得不断地保持持续地 持守着对基督的信心 基督徒生活的要点 就是毫不动摇的信心 凭着信心 你接受基督耶稣为主 正如罗马书十章九节说 你若口里认基督 认耶稣为主 接受基督耶稣为主 是最早的 这是基督徒 一开始的信心告白 对我们 今日的人而言 似乎说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主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然而在第一 在初期的使徒时代 他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 是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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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很 一个信心的告白 因为对他们而言 他们凭信心 接受基督耶稣为主 愿意为他 愿意为基督做见证 每当我们接纳新教会 新成员加入教会时 我们都会听到 他们的见证 和对基督的信心 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 接受耶稣基督为主 我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年轻人 在基督徒家庭长大 长大后 他也成为一个名人 在他的见证中 他说 他在基督徒家庭长大 接受严格的教育 然而这让他感到厌房 他觉得基督徒 只是一套的教育 和一些该做 或不该做的事情 他觉得要守很多的规则 让他感到厌房 甚至长大以后 他觉得他的非基督徒 朋友 与他相处得更好 我不知道这里 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我觉得 基督信仰 对这个年轻人来说 只是一套 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 一些道德准则 当然在他生活 生命中 没有基督的同在 和基督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们 我特别对我们的父母来 说我们应当教育我们的孩子 基督信仰是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基督徒生活 是在基督里而行 而不是简单的装寻一套 道德准则的宗教 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第六节说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装他而行 如果你接受基督为主 那就意味着基督活在你里面 所以你必须也在他里面 装他而行 所以基督信仰不仅仅是一套 教训 一套道德准则和行为标准 而是因为你出于爱主的心 从心里面 遵从神的教导 承认耶稣基督为主 意味着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围绕他 第七节 接下来三句话 告诉我们更多 关于对基督的信 对基督的信 凭着对基督的信心而活 意味着什么 首先在基督里凭信心而活 意味着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生根这个词 是基督徒生活的根 指的是基督徒生活的根基 其根基就是在基督里的信心 我们中间有些人很擅长 花园和打理花园和种植植物 基督徒的生活可以比作一座 一个茂盛的花园 这些植物的根基 都扎根在图栏里 基督徒生活也就像这些植物 我们的根也深深的 紧紧的扎根在基督里 不只是 不是建造在你的善良 或者你的行为 你的优点之上 而是像一颗植物 深深的扎根在 对基督的信心的土栏中 并且只有基督 基督不仅仅是你信心的根源 它也是你基督徒生活的根源 就像充满活力的植物那样 其维持生命的根 根部汲取土栏里的养分 供应一切的树枝树叶 你的基督徒生命 也从对基督的深深的信心中 汲取力量 养分和活力 像根一样延伸到 它恩典和慈爱的肥沃土栏中 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 所说的比喻 约翰福音15章5节 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按照这个比喻 基督是基督徒生活的根源 离开基督 你就无法过基督徒的生活 如生根 一棵植物深深的牢牢的扎根 在肥沃的土栏中 建造就像一棵植物 不断生长的年龙一样重要 标志着你在基督徒生活中 不断地成长 正如你怀着对基督的信心 而开始的基督徒之旅一样 一开始种下了一棵信心的种子 就像一棵树 正在生长的树一样 需要不断地滋养和照料 才能成长茂盛 不要去寻找圣经以外的教导 因为神在圣经里面 已经顾密了我们一切 关于敬天和关于神所需要 我们所需要的 知道的事 那我们一起来看 使徒行传二十三三十二节 保罗在离开以弗所时 他把所有的长老都招来 对他们说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 和他恩惠的道 这道能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德基业 保罗鼓励这些信徒 在基督里面成长 在信心上被建造 建立和加强 我们总是有成长的空间 随着我们不断地 查验自己 学习圣经 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 看到我们需要成长的地方 每一个基督徒 都以不同的速度成长 正如植物一样 不是所有的植物 都以相同的速度成长 有些快一点 有些慢一点 但重要的是 都需要成长 凭着对基督的信心而活 意味着在他里面 生根建造 照你所领的教训 在信心上被建造 或加强 第三点 感恩的心也更增长 感谢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 感谢这个词 是哥罗西书 仿佛出现的主题 这是保罗在信中 第三次提到感谢 在本书中 他将再提到四次 凭着对基督的信心 而活的生命 这是充满感谢的生命 我可以大胆地说 一个敬请的基督徒 也是一个充满感恩的 基督徒 我遇到敬请之人 没有一个 不总是说 方式感谢神 我认识许多 服侍多年的牧者 他们的生命中 经历了许多的祈福 不总是一方分顺的 他们有各样的 健康问题 然而 和别的问题 然而 他们从来 没有停止感谢神 如果你说 你不知道该如何 感谢的时候 没有关系 我们慢慢地 去观察 去发现生命中 值得感谢神的事 比如我们的救恩 这是我们 总是要感谢神的 永远要感谢神的 也可以感谢神 对我们在世上的 许多恩赐 比如我们的住所 想象一下那些 无家可归的人 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的住所 感谢神吗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收入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弟兄弟姐妹 朋友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也要相信 我们应该要感谢神 对我们的救恩 和在这个国家里 敬拜的自由 保罗 保罗在 《帖撒罗尼迦》 前著五章说 《帖撒罗尼迦》 凡事要感谢神 那么 活在基督 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 活在基督的标志 就是相信基督 方式感谢神 第二大点 活在基督里 的标志 是在基督里的自由 我们在基督里 已经不被定罪 我们 从 罪恶 和捆绑中 被释放出来 我们 凭着圣灵 凭着神的恩典 有抵挡 罪恶的能力 第八节说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 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 这节经文中 谨慎一词的意思 是留意和注意 要留意 这是一个 值得注意的警告 如果坐在你旁边人 突然对你说 小心 你是不是会突然 是不是会 注意 去注意 听他要 要给你的警告 把你们掳去 这个词 翻译过来 是指某人被绑架 或被带走 做奴仆 这是一个 强烈的警告 要捍卫你的自由 保守警惕 警惕那些 可能剥夺你自由 并将你掳去的事物 我们说 我们可能会问 这怎么可能呢 作为信徒 我们在基督里 有自由 然而我们若不小心 这样的自由 可能会被 会被破坏 比如 比如 脆弱的教导 你们可能没有 没有想到 现今许多的异端 他们的目标 是教会和基督徒 他们去寻找 他们去寻找那些 对属灵感兴趣的人 然而在 信徒里面不够坚定 但我还是十几岁的孩子 时 耶和华 见证人 来找我的家人 这些人知道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 那时候 只是 名义上的 信心 不太坚定 这些 耶和华 见证人 或魔门 这样的异端 都接受过 系统性的教训 来 欺骗 挂名的基督徒 并且 他们得到训练 如何回答 基督徒 最常见的问题 他们还被 教导 如何歪曲 某些经文 以支持他们 关于耶稣 救恩 恩典 天堂 或地狱 各样的 异端的 教义 他们可能会使用 圣经中 相同的词语 但稍稍有改动 稍微的改动 就可以咒诅 一个灵魂 所以针对 这些异端 最佳防御措施 是什么呢 就是在基督里 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你如果知道 什么是真的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那你就能够 分辨那些虚假的 在银行工作 需要与钞票打交道的人 他们 他们有些 他们在工作之前的一个培训 就是如何分辨真的钞票 这样他们就能分辨 当看见假的时候就能分辨出来 在基督有信心 在基督有信心也是一样 我们只要在基督里 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就能分辨假的教训 有几件事 值得注意 要小心那些空洞的 和欺骗性的理学 注意理学这个词 保罗说的不是我们 平时所言 大学里面教的 哲学的学术研究 这个术语 比我们在今天使用的方式 要广泛很多 它更多的谈论是一种 思考世界的方式 你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 实际上是 是任何本质上 是宗教的思想体系 翻译为虚空的词 是空虚 没有真理和价值 万言一词 是指错误的教义 把这些词放在一起 保罗警告读者 要小心那些空洞 错误的教导 这些教导 没有真理的价值 这些教导 可能一开始听起来不错 因为它吸引了 我们的罪信 而不是让我们高举基督 那么什么是虚空虚假 没有价值 真理价值的教义呢 保罗解释 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理学和虚空的万言 他说不是照着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保罗说 这种理学 取决于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而不是出于基督 人间的遗传指的是 人造的教义 而不是圣经中 神启示 神赐予的启示 而世上的小学 这句话指的是 人脱离神的基本思维方式 或者是人为了实现救赎 而做出的人为的努力 我们看看加拉太书四章三节说 我们威孩童的时候 受广于世俗小学之下 加拉太书四章三节中 被译为小学的希腊词 与希伯来书二章八节中的小学 这两个词是在希腊语中 是同一个词 如果我们查考加拉太书四章的上下文 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保罗 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中 所说的那些虚空虚假的教训 这些教训没有真理的价值 加拉太书的背景 是保罗教训 保罗提醒加拉太教会 不要去寻求 强调人间遗传的犹太教 犯在今天的背景下 这可以指任何基于 人类工作的宗教 他们是虚空虚假缺乏真理价值的 我们如何能再回到这些 束缚我们 使我们再次奴役我们的 那些属人的教训呢 如果你在基督里面得救 你已经在基督里得到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 唯有在基督里 至于这节经文说 当谨慎 因为这些教训不是造着基督的 大多人认为基督徒的生活 充满了规则和各样的行为 各样行为上的限制 而基督确实为我们提供 美好生活的自由 在基督里 你不再被定罪 在基督里 你摆脱了负罪感 摆脱了恐惧 在基督里 你摆脱了罪恶 你如何 在基督里 你摆脱了罪恶 但是当你像基督以外的任何人 或任何事物寻求自由 或以任何人的行为为基础的宗教时 你最终将再次被奴役 所以保罗在这里发出警告 小心注意 不要让任何人把你们掳去 基督徒生活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基督徒生活的标志 是基督的信心 其次基督徒生活的标志 是在基督里的自由 凡事感恩 第三 基督徒生活的标志 是在基督里的丰盛 基督徒生活的标志 是在基督里的丰盛 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说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着了丰盛 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 不只是神的属性 还有神的本质 不只是部分 而是神全部的丰盛 所有标志神的一切都居住在基督里 这节经文与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相呼应 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说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他指的是基督 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 神一切的丰盛 或是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 在保罗的时代 或者在他之后不久 有假教师说 物质世界是邪恶的 只有属灵的事物才是好的 另外一个 异端的教训 是否认耶稣的神性 各样关于耶稣的义根 和错误的教导 要么认为耶稣不是神 要么认为耶稣不是人 但保罗说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居住在基督里 这意味着基督是完全的 真实的神 他通过道成肉身 成为真正的人 同时仍然是真正的神 有些人说 他是完全的神 或完全的人 但真理是基督 永远是真正的神 和真正的人 当我们在天上时 我们看到耶稣 就是他在世上的样子 当然还有荣耀的身体 第二部分也同样重要 第十节说 基督是各样执政 掌权者的元首 第十节说 你们在他里面得着分胜 他是各样执政 掌权者的元首 我们稍后看一下 十节的前半部分 现在让我们集中 讨论十节的后半部分 说基督是各样执政 掌权者的元首 这告诉我们 基督不仅是真正的神 真正的人 并且是一切执政 掌权者的元首 这两个词意义相似 但也有一些区别 执政一词是能力 而掌权一词 更多表示耶稣有权柄 在新约圣经中 常常提到执政掌权 请不吝点赞 哥罗西书 在哥罗西书二章的背景下 我认为保罗正在说的 是有关属灵的存在 正如我们在哥罗西书 一章十六节看到那样 属灵的存在 如有位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这一切的能力权柄 都是基督所造的 这一切的能力权柄 也都浮在他之下 现在我们来看 哥罗西书二章十节前半部分 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保罗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基督住在你里面 神一切的丰盛 都在基督里 因此你已经在基督里 得着神一切的丰盛 在我中学毕业之后 我在一个邮轮上面 做服务员 我在这邮轮上面 做餐饮服务 我也给那些日本的船 的游客翻译 我在那工作大概六个月 我在那里 我第一次体验到 亲自体验到 海上 我们从这些 出海的经历 告诉我们 能够平安地去和到 往返一个地方 需要一个好的船 需要一个好的船长 当你成为基督徒时 你就成为基督 这艘床上的一个成员 任何你在生命里 所需要的 都能在基督里面找到 基督就是那 有丰富经验的船长 你今天 作为基督徒 需要什么 你是被 世上的 哲学和各样的教训 所影响 还是在基督里 被建立 信心坚固 你是被一些 错误的教导 所影响 一些空虚的言论 所诱惑 那些人的 人的行为 人的教训 还是在基督里 因为在基督里 你一切所需要的 都有了 你在基督里 已经得着了丰盛 你还要需要什么呢 不要去寻找 你已经拥有的保障 你从神那里 所需要的一切 你在基督里面 都有了 所以基督生活的秘诀是什么 基督信仰不只是活出一个信条 而是活在一个人里面 你通过信心与基督联合 并通过与基督的关系 你每天都获得 都得着力量过基督徒的生活 你基督徒生活 从基督开始 也必须在基督里持续下去 第二是基督里的自由 不要再回到那些奴役里的人间的遗传 和这世界的小学 不要被这些空洞 虚假的理学所欺骗 第三是在基督里的丰盛 在我们的生命中 在基督里 已经拥有一切的丰盛 那我们一起祷告 恩慈的主 当我们结束这个讲道 我们深深地感谢你 在哥罗西书中 我们看到你赐予我们的真理 让我们应接着与基督联合 得到你一切的丰盛 让我们的心 能够不断地被感恩所充满 帮助我们能够分辨 逃避这些虚假的教训 不去依靠人的教导 知道我们一切所需用在基督里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心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 也借着基督 我们已经得到这一切丰盛 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PASS We never dragging 我们我再uck 一起 跟你我们 可以 那么 好的 请